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很流行 视讯照还不流行 那时候还没有相机 数位相机还不流行 然后你也没有走性感路线吗 就只是戴眼镜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这样子 然后曾经我猜就找我去上 他会不会误导别人 就在脸书上每个人都戴眼镜 没有发现什么好事情 你当时有幻想自己 因为累积了这么高的人气 是不是进演艺圈之后就横行无阻 就是有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很多人找我进演艺圈这件事情 结果呢 就现在就坐在这里 不要画了就还行 所以今天就是示范给大家看 就是你若在网上 也不用帮现在太早 这些放了 我们是这些周早还在看 我若是大家出场的人当中 有一些曾经做过明星 那现在走向人生其他的方向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 熊熊比较好理解 因为他就是身材好嘛 又可爱 所以你无名的照片 你也有那么前辈吗 有玩到无名吗 没有 我没有认真 因为我19岁 那时候我开无名是为了要写网志 就是写跟男朋友的一些 这个不会是无名的照片吧 是啊 当时尺度已经可以这样吗 因为那是那件衣服有点低 然后你由上网下拍 它是不是会 你说你重点是要写文字 可是你这个照片就是想 这个是后来的 就我一开始的照片是 我一开始没有在剖照片 就我就写网志 就是写跟男朋友就是吵架什么的那种 所以现在有两个误导 一个就是说戴眼镜 一个就是咖这边 就会很受欢迎 我们看李悦西瓜哥哥带来 就是什么照片 浴缸 浴缸 他那么多音 他有个那时候的无名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会很容易会 因为那时候年纪小 就很容易会有一些 迷失对不对 迷失 就是你知道哪里你都会想要拍 然后那时候可能去工作 然后在那个 在大饭店里面 你知道你就会觉得在浴缸 那个灯光很好 你就忍不住要拍一下 你那时候已经是哥哥了吗 是 据说阿本是因为 他本来都拍植物 刘德华 我知道 五月放刘德华 然后就是在无名上面 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你有时候 就是要让大家呢 多一些讨论的地方 那你放自己照片久了 其实大家看久了真的会腻 讲不出什么话来 对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 并没有去哪边玩好玩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是 譬如说去工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一些 大家都知道然后大家就可以来 这个看起来是你拿手机自拍的了耶 对对对对 后来很多都是 今天我们看到十个空位呢 现在就是写着这十位 等一下要露脸的无名帅哥的称号 以及他们所累积的人气 就是不是他们的身价或者是 三个万 好高喔 被高养的数字 一千万 一千万怎么回事 所以等一下他们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就是 他们的照片都是同... 好像风格都比较像一点 我们现在在还没有介绍他们之前 先带大家看一遍 他们在无名很受到好评的照片 我们从第一张开始 这样吧 当时就有露肉了吗 可是你有发现当时的肉 还没有练到很惊人 那时候不流行 正常肉 没有 那时候流行的是杰尼斯系的 就是要瘦瘦的 白白的 眼睛双眼睛 不能太大支 这个路线是... 它超红的啊 这个很棒棒糖的感觉 你说超红的吗 它真的很红 这跟李悦和阿本是差不多类型吧 不是 真正啊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都是这个头发的 对 超红的意思是 就是很日系啊 那时候流行日系的 你是说她已经红到 上无名的人都知道她的吗 绝对知道她 我知道她 妳也知道吗 我知道她 结果她刚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你好像比较远方的那一个 等一下看她本人如何 我们现在看下一张 是小朋友啊 好清秀 这小孩啊 真的 这样清秀的小孩 也可以在无名上手夜吗 可是那她这样子 在玩的时候 不是更小吗 这个长得还好啊 对啊 为什么 我知道啊 她可能封面写说 因为有些人很贱 会用那个封面 来骗那个人气 她封面就写说 不要点进来 然后大家就会点进去看看 而且看起来 大概才十四 对啊 很小耶 所以应该是 现在才是好的时光 那她真的很早就开始完了 不然她就是流行那个 麻吉弟弟那一系 没有 我觉得今天要她来 一定是她现在变得非常帅 希望是这样 长大了 结果生气 这是 好像在床上拍的 也是瘦子耶 这个比较算浓眉大眼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她这个就是偏 比较台系的 对 好 我们看下一张 小孩 那好像女生喔 真的喔 很像女生 有点中性 就是一千万的耶 真的喔 这就是今天人气最高的那位吗 好厉害喔 可是刚刚你们说人气最高 是那个全无名都认得的那个 不是吗 这个会红是因为 有点像女生的可爱感觉 对啊 微娘系的感觉 日韩感也很强吧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看不到脸 就拽一拽的 主要是要露那个胸肌 對 它有胸肌的线 胸肌吗 我也以为是胸毛了 这是应该称之为野狼路线吗 还是... 就阳光男孩这样子 还是说是主打冲浪那一类的 那是野小路线嘛 野小... 是大家... 你跟... 对啦 就是这种 不是啦 就一种平台喔 你开黄枪嗎 那不是黄枪啦 那是一种...一种说法而已 那是胸肌 你 还好吧 我没有抽烟的啦 不要再乱播了啦 还好吧 这还好吧 野小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还好吧 那妆也太濃了 这很眼熟耶 很上啊 这个我认识 棒棒堂弟弟 对 棒棒堂堂 这是后来的棒棒堂堂吗 对 后来后几代的棒棒堂 我的天啊 他竟然在装他的衬衫的领子耶 他不敢吃 而且他后面还弄成卷的 前面是吃的 他这个你把他跟包伟明大哥的照片 放一起也行 对 同一个年线 那种就是硬要把事情弄得很白 跟浓眉大眼的路线这样 是不是跟你同一个路线 我妆很淡耶 我皮肤... 你妆很淡嗎 我是裸妆路线的耶 可是你有底吧 他皮肤真的还滿好的耶 我只用隔离霜当底而已 你有沒有擦一点腮口 我还帮你讲话 我只擦腮口吗 你讲话你就有了 找到 还有吗 这个很帅啊 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风格啊 对啊 没有太多 这个也很日本 花美男 花美 其实以前的花美男 是真的花美男 那后来不知道 被妖魔化花美男来 就变成一堆那个 小女生的感觉 这个 还滿像一般人的耶 就很生活化啊 而且她跟窗帘是融在一起的 总装的嘛 所以不是怎么会找得到 跟窗帘押韵的衣服啊 我知道 而且她的毛衣 是不是也象征了耶诞姐要来了 等一下可以询问她 潘姐 我们现在请她 好紧张喔 没有问题啊 你叫我去开 我去去开嘛 麻烦你第一个 畅销作家嘛 畅销作家 欢迎第一位 来 小准喔 这个准 这个很准耶 小准 两百万 小准先生 我们现在看到你的照片 是穿着白色衣服 然后敞开衣服 瘦瘦的 瘦瘦的呢 当时这个照片是在什么场合 你还记得吗 朋友的新家的那个派对 在无名的首页被封上了什么称号吗 派场上 然后上到大叫我老字号美心男 老字号美心男 老字号美心男 好厉害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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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一个好天录的意思一样 所以这是十年前的照片 没错吧 嗯 没错 你现在重看当初无名的照片 心里的感受 是惆怅吗 多多少少会 惆怅什么 对 时间过很快啊 你现在已经过三十了吗 对 我要二八 那还好啊 对啊 对啊 二八还是紧绷的状态吧 脸部 你脸有点松了 他二八就松了 怎么会有人这样讲自己 好 小姐你要准备好了 我们要放她面具了 一二三放下来 来 请看 你现在没有野性了耶 你变成一个斯文的人 完全不同路 你当时不是在走嚣张路线吗 会嚣张吗 当时有一种叛逆感 现在感觉是老师 对 美妆老师的感觉 你现在是美妆老师吗 没有 现在在住我卖手标 手标公关 当时会有很多网友很痴迷的 要见到你本人啊 或者是跟你约见面的 我曾经有办过那个聚会 就是以前Yahoo有家居 然后也有四五千五六千的那个粉丝 然后就会像明信一样就是 在东区办一个 搬家具都可以 你说你们可以搬家族聚会 可以搬家具 然后来了多少人 十几个有 十几个 十几个 那很少 十几个你想什么想的 我以为几百个嘛 他三放 所以你再讲 而且 你的表情对吗 十几个有 他还真好骄傲 看小就不像话了吧 十年前也是蛮多的啊 我觉得 十年前就是十年前 我们对人数的定义 还是没有定的 可是 好 好 小九 欢迎你 请坐 前八道头男孩这些 小卫子比喻抽签切 好 我们欢迎她 来 请出列 这不是她 你为什么不想知道 一百一百八十五 就很感情 一 二 来 请看喔 有 封到哪里去 如果她再封 这位这位是 你们说很有名的吗 很帅 这个我也知道 人气也很高 你们都知道的一号人物 也知道 可是她 她这个三百万在这里面 并不算是最高的耶 我觉得玩的时期不一样吧 我想她可能后来 亦军突起吧 她现在在网拍界很红 对啊 她现在还在红吗 你只要网拍是那个 你常常看衣服什么的 都是她的照片 对对对对 你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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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害的 你怎么害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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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啦 算了啦 就这样啦 潘姐吗 好 没问题喔 我们赶快欢迎她出来 你怎么害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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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外套很厉害啊 这外套很厉害啊 她至少身材没变耶 对 没有我跟你讲 前阵子还好 不小心看到她照片 她是有腹肌八块那种 对 其实我有在练啊 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的 你是完全没有肌肉 那时候的照片 其实完全是平板的 平板 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点点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你穿的是校服吗 对 你现在的身份是学生吗 不是 我现在的身份是model 然后在北京 其实就是有录一些节目 美容节目这样子 你现在的身份是model 所以 然后也是介绍美妆什么的吗 还是 可是森田危险的地方 是因为她现在成为 专业的美妆老师 是 所以她很有可能 迷上维整性 我必须坦诚 其实 你也微整形 对 这我很大方 很多吗 其实还好 所以是脸很鼓还是 很鼓 我觉得应该是在 卡不足的地方补齐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所以面具拿下来 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整形鬼吗 我觉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在无名上面的照片 是尚未整形的时候 对 现在你的粉丝们 还是当年无名追随过你的粉丝 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有因为这个而苦恼 因为其实无名跟FB 它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FB 不是 想念到最美妆的吗 不是 你也有在国外 你有学过吗 没有 我就想一两巴掌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也有没有在国外 你也有在读过 没有 那你过FB个什么镜 这是因为讲你们的团名吗 阿 说阿 你想想 我给你们一下我的团名 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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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你刚刚闹到她 我这都很尴尬 你怎么样 你觉得嘴型太多了 你 你 还好你有跟我说 你有诚信 你知道吗 我其实很大方 你太多了啦 宸田 你到底想怎么样啦 我跟 不是啦 我趁这个期间 我不期间 太好 是一个团体 你们干嘛 不先告诉我们 她疯成这样 不是 小雪 你还说她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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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你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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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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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一点 然后这边也注射很多 多尿酸吧 因为真的 工作上 拍网拍真的是很容易被操劳 是 真的是被操劳 因为我们一天赶上 一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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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然后又 如果讲到围整 我必须坦诚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 我一定要帮你介绍给杨丽华 她这个是 我觉得她就是 是因为那个啦 因为要上康熙 然后有稍微认真 就是工作太别的 你会不会讲台语啦 你不会是来康熙前 又去动我手脚吧 一定 我觉得是我今天 应该是装有点问题 因为我前阵子 还有遇到她 大概两三个月前 遇到她一起上节目 蛮自然的 那时候 怎么会用她的脸 真的吗 对啊 真的你脸颊太疯了啦 没有啦 就是因为是珠光 真的是珠光 我跟你講 因为我坦诚 我那时候在写网制的时候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就是会已经过头 真的吗 你刚刚真的珠光 我吓他一招 你说粉底的珠光吗 还是 因为其实拍照有时候 会因为平光啊 印光 然后它还是冰 不好意思 欢迎你喔 请坐 谢谢 谢谢 好可憐 陈姐 我要跟你说 来 康熙被抹黑一次 要花三年 才起了这样 真的 所以你要保重 好 我们要看一下下一位的照片 好 我们欢迎 下一位 小孩 好 欢迎 好 欢迎下一位 欢迎 陈牧 他觉得是小孩 陈牧 陈牧 更年轻啊 陈牧先生 我们现在看到你这个照片 是小孩耶 嗯 应该是 高中的时候 当时的你十四十五吧 大概十五岁左右 那是真的 十五岁是谁叫你去无名的 就是那时候同学都在用 所以你有图个 希望可以登上首页的心情吗 也是没有 就是拍拍 穿穿 那你今天会来的心情 是觉得自己变更帅吗 嗯 应该还好 就是发型上的改变 想问一下前面两个人 没有过得很顺利 真的假的 好 二十五岁应该还不需要 动用到微整型啦 这不是十年前吧 没有 我现在二十一 哦 才二十一 后期加入无名的 所以你现在有更 晶莹你的外型吗 嗯 算是有了 有了 对 好 那个宽姐 好 我们要把面具拿掉 好 来 面具给我就 一 二 三 请看 是帅的人目 面子比以前帅很多耶 帅很多吗 真的长大 长大 可是是不是长得很像戴安娜 很好 戴安娜 好像喔 你说是 没有 頭髮短短那个戴安娜 对 对 我们下去把她跟戴安娜抓在一起 真的假的 你现在真的比当时 看起来比较像男生的样子耶 而且她刚好是现在流行的长相 但是你为什么有一种真正的ABC的感觉 对 我就之前在那个小学那你念一下FB嘛 FB Facebook吗 有啊 所以你真的小学去国外念书吗 对 然后就小六国中回来 今天到目前为止 现在往正向发展是不是 OK啦 后面还有希望 OK 神木欢迎你了 请坐 不好意思 神木 好 看起来 我们要请下一位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有没有整形 我们看一下 職野柏啊 職野柏啊 那是我个中年大叔在说 職野柏 这个名字是艺名吧 是你在无名用的艺名吗 对 那是什么意思吗 那时候其实就是第一 那我其实是从奇摩交友开始玩 后来玩到无名 然后那时候在选名字的时候 不曉得选什么 后来就看到那个报纸 那个日本的那个 日本个星那个 博焉虫 对 那我就取那个博字 你是台客吧 不是 可是因为 不是因为她照片 就是属于比较偏台的那种 那个时候 因为我现在 已经那个是十年前的照片了 所以现在你是 三十五岁 所以现在你是什么 所以现在你是什么风格 所以现在你是什么风格 我跟你一样大 所以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 情绪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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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情绪用品 你不是最后公司卖的那种吗 对 对 我们是 无名帅哥在线康熙 眼藏不了岁月的痕迹 我们欢迎这位帅哥 恭喜你 大变中的女性是什么年前 大约七八年前 那现在你几岁 我现在二十一年 你现在还上当年吗 我这人很漂亮 问题是在哪里 你睡在门后面 你睡觉了 聂业部门 是 准备好了 1 2 3 请看 虽然跟那边不太像 可是是有型的人啊 我觉得还蛮像 某个政治人物的耶 不是 他很像 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史丹利 史丹利啊 他像帅 对耶 他眼圈比较没有那么重 他像更帅的史丹利耶 对 可是我觉得你长得算粗贯 好像跟耳环不太搭耶 那我现在拔掉 你拔耳环都不会很容易 你现在应该无法被认出来 是当年的 无名的那个人吗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对 还是会有 那你现在也在想要 在脸书世界获得什么 不会耶 其实我现在 其实年纪大了就觉得还好耶 35 很年轻耶 对 对啊 对啊 他 丹田 他演鱼尾文 我从小就有鱼尾文 他不处理一下 他不处理一下 对啊 真的会老耶 真的会狂 没有办法 可是我觉得男生 男生有鱼尾文也是帅的 对 你知道这个给人家错误的观念吗 所以在FB线 你已经不充人气了 其实不会充人气了 就是 但是我的档案是开放 因为我没有开本师团 就随便他 就随便他 其实就是 泼什么搞笑了或什么 我就觉得没差 放轻松 因为一直维持自己的形象真的很累 那这样 才自己 之间的感人 对 真的 真的 很累 谢谢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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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人气一千万的宗迪 来囉 要来囉 王者 王者 太強了 谢谢小朋友 好 我們歡迎宗迪 一千万 累积人气 來 小心 好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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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迪 照片中的你几岁啊 十五岁 十五岁 那现在你呢 二十一岁 从你那时候在学校就可以染枕头筋法 其实我有休学啦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还要乱跑啊 然后把自己乱搞一堆的 然后就编成照片那样子 所以你是曾经很叛逆过是不是 对 还蛮叛逆的 是 你心肥睡好啊 你声音好哑喔 对 说来话讲 有 这五年来的蜕变 应该是我声音就是 转大人转不过吧 就会变这样子 所以你 当时的声音是更像女生是不是 就很像小孩子的声音吧 你现在是学生吗 对 大学生 是 你说现在在学校还是有人知道你是谁喔 就是都有吧 就是可能会别的班级会跑过来问我们班的 所以别的班的人跑来问说 那个无名的踪迪的时候 他们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失望吗 失望吗 我都觉得你是同时的 他这么个年 他被牌子了 超紧张喔 落差还蛮大的 真的吗 真的吗 不是因为成型还是 还是脸松了还是什么 就 转不过来 就 成熟了一点点 成熟了一点 可是还是偏日系吗 你现在 对 这我不太敢保证 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了 钟迪你现在还活跃于广路上吗 对 有玩FB吗 有 可是都比较私生活一点 就不会像经营一些明星类的 所以那个当初累积的一千万人气 现在是过眼云烟吗 我觉得有点怀念的 所以当时你有带瞳孔放大片吗 有 有 现在还是有带 现在带普通的 好 宽姐 来 一 二 三 来 请看 钟迪 OK啊 你是可爱的 没有那么可怕 对啊 他没自信的 还是可爱的 我们都准备要迎接一个 好像女生 对 还是很像女生 只是双脚比较饱满 其他都OK啊 我自己也觉得老了 哪有吧 你几岁你只要过人 那一块 又老是走小孩 老妹 你现在还在想说 要走演艺圈这件事吗 没有 我之前就没有想过 从来都没有想过 对 无所谓 所以有一千万的粉丝 你也没有很在乎吗 就 当初会有经营是因为 我不是靠太外表 对 因为我网字是 比较偏网字类的 写文字 文字 文字类的 更厉害啊 所以你文字是走什么路线 英诚 还是说是 对 内情系很重的内情 探讨人生 什么内类的 对 所以在学校里面 现在走来走去的时候 还会有人在背后说 那个是宗迪吗 会认出来 可是应该会觉得 我怎么说 跟照片上差还蛮多的 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害羞的人 对啊 我在大学不一样 就我都可能是帽T棉裤那一种 对 融入人群那一种 对 然后戴大眼镜 然后口罩那一种 不必 再稍微不必 不必 对 好 总体 欢迎女儿 请坐 谢谢 欢迎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很现代感的 对 好 我们欢迎她 来 请出列 好稳重喔 好 这里 OK 我觉得这不是她 有一种 有一种不想知道 以为是185 那种感情 我以为你是高个儿 你不是 我本来就一直不是高个儿 可是照片中的 你感觉是178 那个角度拍上去 对对对 那个角度 OK 就是已经没有年轻人的声音了 对不对 是大人的声音了 你现在几岁 24 你现在25 要25 小朋友啊 好开 而且她有加入过棒棒糖一两年这样 没错 你们认识 认识 所以我今天看到说 一滴滴 吴名帅哥 宜厚 我老公跟你自己滴滴 你什么 而且徐熙曳 我跟你讲一个 好像APP来过康熙耶 你说以什么身分 APP你来过对不对 我来过三次 这个第四次 你来过三次 然后我们两个有跟你聊天吗 我今天終於是好好的講話 怎麼了 之前我們怎麼對你 以前就去投票啊 宅男啊 什麼的 你之前以宅男投票團來的嗎 對 可是宅男裡面沒有 大家都是很宅男的 認不出來投票團裡面 有棒棒糖男孩啊 所以就是崩壞了 你幹嘛崩壞 我也不想啊 不是 因為你那個五官 要崩到很壞也不容易耶 其實主要就是變胖 胖了蠻多的 那時候他走念Rap路線很厲害 所以在棒棒糖 會跳舞 他有紅過一陣子是不是在棒棒糖裡面 有一陣子 因為他跳舞很厲害 所以大家很喜歡他這樣 你現在還跳不跳舞 現在 會一段而已吧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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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哪一邊用褲子還是有蝦子 Popping之類的 Popping可以啊 都可以 Popping可以嗎 Ed 那你當時以宅男投票團的身分 坐在康熙 你不會覺得我們很過分嗎 沒有 就是因為 我那個棒棒糖收了以後 然後我就覺得 也找不到什麼出路 那因為剛好 然後我有一陣子要去做幕後 然後剛好那個那時候 就是在找投票 然後認識工作人員 然後粉絲 就是其實期間也有粉絲會鼓勵我 會問我說 那我到底什麼時候還有新作品 那我想說好 那就來吧 反正至少讓他知道 我還是活的 怎麼有點要落淚的感覺 沒有 還一講 我一個想起來很多棒棒糖現在很可憐 對啊 什麼在賣電話號碼 賣什麼健康食品 也還OK啊 至少是有工作 對啦 至少有一個人啊 不是 他以宅男投票團身份的付出演員 就覺得 太奇怪了 所以那個是你的新作品嗎 我知道 你以後就不要叫EDD 就改成DBS之類的 然後PASS 而且宅男投票團能夠來三次 算很厲害 對啊 那我還有來一次配對的 然後被S姐那個 怎麼講 P的滿慘的 配對 你說穿著白色背心 真的白色背心 站在五十個人當中的 對 就是那個秀慧姐說指甲不能太長 天啊 那個你也有參加 參加滿多的啊 那那個我們就應該有看穿 也是帥的啊 就是崩壞啊 已崩壞 好 看姐 好 一 二 三 請看喔 我們還好吧 這裡有封到哪裡去嗎 你怎麼跟照片長得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一樣吧 不一樣 好像是不同人的 不只是變胖的問題 是整個氣質 氣質也有差 你後來開始嚼檳榔嗎 沒有 體決筋有一點難 我只要胖就是胖 沒關係 我本來就有嬰兒肺 不是胖啊 好像有點像羅百姬大哥 耶耶耶 還是說這張照片 真的把它照得真的太好 可能別的照照片比較像他 那時候都是... 照片都是這樣 沒有棒棒場那時候 怎麼照都這樣啊 都這樣 當時無死角 沒這麼說 對啊 可是我覺得 那時候26歲參加神馬的時候 他是工作人員 那時候他沒有這樣耶 對啊 就我今天看到他 我還說你憑什麼 你說當時他即使是幕後人員 他還是帥的嗎 就還OK 但沒有到照片這麼帥 但還可以 如果他跟森田站在一起 就是魔界裡面的精靈 跟那個哈比人 你還拿弓箭給森田嗎 對 來 歡迎你請坐 謝謝 無名帥哥崩壞了程度 令圈場傻眼 歡迎下一位啊 等一下 是你嗎 誰會呢 我沒有... 我沒有如何面對你 是真的Clip已經走了 然後你... 你是別人嗎 好 請看 好 請看 我不是同一個種族耶 您是一個好的邁向演藝圈的路嗎 是耶 是 其實我們那一同期 其實蠻多人 對 他到底下來了 你完全沒有講到他中間 不是真的 我們在一起聊 真的其實很多 我們要幫他配精靈衣 對 我覺得那一期同期 很多就 例如說像 他叫什麼 陳毅啊 對...就轉戲劇啊 或是歌手啊 對 陳毅那時候非常非常好 因為那時候只要有一個 就一定會 第一個上的就是我猜啊 對 然後後來就是其他所有的 那類型的節目都會去上 這個 楊光 野小孩 野小孩 來 麻煩 歡迎這一位野小孩 歡迎他 好 有以為是高個兒嗎 不是 怎麼這麼瘦 這位小隻 真的 樂高照片中的你是幾年前 八年前 八年前 你現在幾歲 三四 所以你是衝浪男孩嗎 對 我夏天會去衝浪 真的衝得起來的那種 真的真的 認真的 不誇張 有很多人認為你是高個兒吧 對 現在一直都還是 所以這樣好嗎 你這樣上電視 大家都知道 不會啦 沒關係 他們習慣 你覺得今天在康熙露臉之後 會幫助你的FB的粉絲頁人數增加嗎 可能會吧 好 那就好 潘姐 那就好 慢慢拿面具 沒有問題了 一二三 請看喔 很正常啊 對啊 差不多啦 沒有變 沒有變 還是你做那個表情 對啊 會不會就真的沒什麼 嚇張的表情 嚇張嘛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差不多一點點而已 除了身高 那個拍照的人也蹲多地 對 應該已經把自己埋在這個紗裡面 沒有 他從下面往上拍 除了身高之外 其他都沒什麼變化耶 沒有 請問你現在的身分是 助理 什麼 誰的助理 市議員 市議員 所以市議員的助理要做什麼 接電話 然後選民服務 市議員助理不是每天行程很滿嗎 沒有 就坐在辦公室啊 接電話啊 成家了嗎 沒有 所以單身 對 OK 好 歡迎你這個 謝謝 市議員助理 可是我不認為有人認得出來他耶 沒有 我覺得完全不一樣 你去選民服務的時候 有人認得出來是你喔 沒有 認不出來 對啊 他一直擺那個表情也很累 對 生氣了 好 我看看下一位的照片 喔 牙膏喔 這個也是金眼藝圈的人對不對 對 棒棒糖嘛 OK 好 我們請他出來 我們歡迎牙膏 好轉 你當兵嗎 牙膏 很快出來 你是棒棒糖男孩嗎 不是啊 是第二屆那時候的 比阿本晚嗎 比他晚 比阿晚 所以照片中的你就是棒棒糖男孩嗎 那個時候還不是 那個時候只是就是拍宣傳照而已 你沒事拍什麼宣傳照 覺得有粉絲啊 想說看可不可以進入演藝圈是不是 那時候就是想說想試看看啊 想說拍拍看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進去棒棒糖這樣子 你在棒棒糖裡頭的人氣如何 算是最低的吧 為什麼要走最低目線 因為他 因為這樣子我才可以去從別的 別的最高那邊的 棒棒糖男孩吸取到冷氣啊 你剛在後面有跟另外一個 棒棒糖弟弟相認嗎 因為他是第三期的 我不認識 對 因為我離開棒棒糖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看棒棒糖了 OK 沒問題 沒問題 那時候我們淘汰都很羞辱 是生氣 是生氣了嗎 沒有啊 沒有生氣啊 就覺得再去看只是多痛苦而已 可是你後來不是有拍電影 因為我聽說還有拍電影嗎 有啊 有拍了一部那個 三角地的電影啊 誰 一部叫三角地的電影 三角地 對 三角地 是台灣的電影嗎 台灣的 然後內地投資的 然後是主演 男主角 有上映嗎 華納有 可是票房不是很好啊 都真的 那有演電視劇嗎 電視劇那時候是演那個 新兵日記 然後有客串 所以現在還在演藝圈嗎 現在沒有 現在在賣衣服 請問你現在單身嗎 我結婚了 結婚幾年 三年四 三年多了 有小孩是不是 兩個小孩 一個三歲 一個三個月 好酷喔 來 寬姐 好 沒有問題 一 二 三 請看喔 看一下 比我想像中好耶 寬姐 我好像見過你 有印象 有印象 你有來過康熙嗎 沒有 你的樣子是 五官是完全OK的 對啊 有嗎 我覺得有變胖耶 你只是頭髮留太短了 對啊 因為當鋼腿舞而已 對 當鋼腿舞 頭髮弄一弄稍微瘦一點 應該還OK耶 因為胖了十幾公斤吧 我真的記得他的臉耶 有啊... 可是不是趙彼腿那個人 不是 那你覺得說應該有來幫忙嗎 我沒有 可是我記得我看過你的樣子 趙彼腿是你嗎 趙... 我記得你是黑的耶 我是黑的嗎 對對對 他是黑的吧 對 就健康路線這樣 所以你是還能舞蹈 我可以來舞蹈啊 你還可以舞蹈嗎 會不會受傷 可以啊 都可以 好啊 就舞蹈類的都可以 老師那個 HAPPIN的音樂來個 這樣子跳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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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是帥耶 好... 謝謝 好... 然高歡迎你喔 請坐 歡迎 下一個照片我們看一下 帥哥 這個應該可期待吧 好 我們歡迎這位帥哥 掌聲鼓勵 小六 哈囉... 照片中的你是幾年前 大約七、八年前了 那現在你幾歲 我現在二十五歲 你現在還像當年嗎 我覺得完全不像 問題...問題出在哪裡 最大門就是... 人就真的崩壞了 也崩壞了嗎 你身材看起來沒有差 對... 身... 臉... 臉上有很多歲月痕跡 歲月痕跡 還要歲月痕跡 那你幾歲幹嘛有歲月痕跡 對啊... 因為畢竟當時才高中生了 你們是不是被美容老師誤導 覺得臉一定要很崩才是年輕人 對... 在沒有拿下你的面具之前 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們 你今天來康熙的願望 是希望當年無名的粉絲 重新想起你嗎 是沒有啦... 我的願望很簡單 其實因為我之前高中的時候 也是從事那種大眾傳播系的 然後因為我自己現在已經就是... 放棄這一塊了 就是想說趁這個機會來露個臉 讓他看一下 知道我還有... 他們花的錢沒有白花啦 他們曾經培養你讀大眾傳播系 對... 對...沒有白花 剛剛前面是給小孩看他上康熙 現在是給爸媽看他上康熙 對... 你們還有什麼親戚要... 打六準備好了齁 來... 一...二...三 還是帥哥可是不是你耶 對...不像 不一樣耶...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還是帥的 只是是不同的人喔 當時...我覺得髮型很重要吧 不是...你現在是上班族 對...可能比較...不會走那種路線的 比較日系的 你現在還有拿這批照片出來看嗎 不一樣 非常不像的 算了... 對...算了... 當時那個人氣就... 就不要了嗎 就過去...就讓他過去啦 所以今天來走 是想要... 跟爸媽打個招呼嗎 對... 那要不要跟爸媽要出來 好孝順喔... 好孝順的孩子喔 真的很孝順 媽...你的錢沒有白花 別被講的可是有孝順 好啦...歡迎你小流請說 歡迎 歡迎下一位喔 等一下 是你嗎 這一位呢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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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是有人 Klip 嗨 我沒有... 我沒有如何面對你 是真的 Klip已經走了啊 你... 你是別人嗎 其實我也不想 而且我剛剛來的時候 就是早上的時候 我有把我以前的衣服拿出來試穿看看 就... 你說這件聖誕毛衣嗎 我沒有一件穿得下 這個是... 這個是我以前拿來當睡衣的 不過我發現他真的很喜歡雕花的東西 你看他褲子還是... 對 有的 他應該就直接拿窗臉出來剪台身服裝 對 不要這樣... Klip 有 那是幾年前 20... 11年的時候吧 對 才3年 3年 怎麼了 沒有 我是... 我是慢慢變胖的 沒有 就是我19歲的時候 我就... 就結婚了 對 那個... 因為老婆就那時候懷孕 然後... 你也跟著 對 真的懷孕了 照片就是你19歲 對 現在你23歲 24 24 然後你已經結婚4年了 4、5年 快5年了 有小孩嗎 有兩個 等一下面具拿下來的時候 線索是什麼 讓我們知道是哪 眼睛吧 應該眼睛吧 眉毛還在吧 有...還在 鼻子的挺度應該也是一樣的 對... 嘴唇也是漂亮的 胖應該會拉開吧 我怕啦 好 所以五官可以作為線索 好 寬姐 1、2、3 好 請看 你不是同一個種族嗎 你不是同一個種族嗎 你根本是北原山貓的 不是那個種族啊 不是那個種族啊 你是很會講笑話跟喝酒的 他魔戒... 他魔戒裡面拿虎頭的那個啊 這是矮人族 很會打架的那個 今天... 昨天真甜 你是要配了我字了吧 組成的一個團體 魔戒遠真團 你是北原山貓那一族的嗎 不是 我爺爺是荷蘭人 荷蘭人 對... 對... 就為什麼照片中 你看起來沒那麼混血 瘦的時候沒有混血的感覺 昨天那時候瘦的時候 可能... 就五官沒有... 你現在直接可以去天龍八部演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胖的時候雙眼皮還比較深 可能肉都這樣... 就是... 而且你的鼻型也不對啊 跟以前不一樣 對啦 你現在很像 台字沙漠的富豪之類的 他可以... 對... 好厲害 中東也還是有 對... 沒有 就是拉著駱駝對 然後會打出一個... 對... 神燈出來摩擦什麼之類的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有錢到那樣子 你是很有型 可是你不是照片中那個人 對... 那個真的是我啦 還是說那個時候你有修眉是不是 沒有... 有啊... 那個時候有故意去修眉毛 就想說... 你知道去城市有那五十塊修 那個時候我們高中生都喜歡進去 假裝摸一摸 就請他幫我修一下 聽說你在學校的時候 有找另外兩個帥哥 然後你們三個人會站在一起 走出去讓學校女生尖叫 對... 因為其他兩個也都有混血 就是... 帥... 在學校都算滿... 滿那個... 所以你們三個一走出去 當然就會注目就是了 會被看 我們會故意站在那個福利車前面 方便透露是哪一家學校嗎 我是讀南港的 所以你現在要呼籲南港當初的同學們 千萬不要看這齊 我們最後可不可以請... 好香喔 那個Ed和森田還有他站在一起 哪一個那個... 就是海... 他一個海豹 我跟... 我剛看到他們我覺得他們都沒有變啊 比起來還不是沒有變 可以歡迎你請坐 對... 今天好厲害喔 真的 所以... 我覺得無名關掉也是... 也是對... 第一次... 會發生一次 就是因為關掉所以大家都鬆懈 對... 如果沒有關會... 對...大家為了拍字拍照 對... 十個人當中有一個人 當初是全校第一帥 然後他後來到了新的學校去之後 他為了要維持住第一帥的身份 他還單挑... 學校裡最帥的男生說我們打籃球 然後誰贏了誰就是學校第一帥 結果他就打贏了 他就... 就當了學校第一帥的霸主 你猜是誰 演電影啊 因為要體育好的人 沈默吧 是你做的事嗎 不是我 好 全校第一帥 然後去單挑那個校草 跟人家打籃球 結果奪下全校霸主的地位的人舉手 你對我們到這邊就好了啊 謝謝 謝謝 真的 沒有要聊啦 謝謝 下次再聊啦 拜拜 今天又要不高興 因為今天又有選場跟你說真的 我沒有把他看在眼裡 他應該是跟阿雅跟競爭同一塊 不過... 對啊 對... 我沒有... 我老公是Columbia畢業 我老公在路上班 真的 路上班很好 可是我連親戚人員 那個生活的福利都很好 我老公好會用Google 明天晚上十點 中間綜合台 繼續來自開 中間綜合台 中間綜合台 中間綜合台